这是一段拍摄于五湖小吃一条街的监控视频 视频中一名拎包的老太走进了就餐区 他先是在店内东张西望 随后停在一张餐桌前 跟一位正在就餐的女孩搭话 在此过程中只见他左手指向墙上的菜单 同时伸出了拎包的右手 神不知鬼不觉的倒走了这位女孩的包 随后淡定的离开了现场 从这名老太进店到他盗窃得手后离开 整个盗窃过程仅仅30秒 这段视频被网友上传网络之后 立即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引起了轰动 这名老太鲜收的动作淡定的神态 让不少市民感慨真的是坏人变老了吗 视频在网上传开之后 警方也同时接到了受害人的报警 并立即对此事展开调查 在核实的相关信息后 民警立即着手实施抓捕 4月1号下午3点 乌湖警方在奥提中心附近将闲人抓获 被抓时这名老太原本盘起的长发 已经变成了利落的短发 而他所穿的衣服仍然是作案时所穿的衣服 据警方调查 这名老太儿姓严 今年63岁 是马鞍山市河县丽阳证人 常年居住在乌湖 而他盗窃所得主要是用于 抖音 中文明会有点核心 当下、接述人的重点 或许法 能够打好 接着asi这种年代人会有唯有许法 就像几率 于法案 雷湖 重点 不是 无许法